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是今年的一位乐坛新人 也是一位本地的独立 诶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张照片? 喂! Hello! Hello! Melissa 你好 大家好 大家要看看这张照片 哇!很漂亮的女孩 当然真人也是很漂亮的 今天... 同样 一样一样 很漂亮 这个帖子很漂亮 喂! 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IG就请到 林善玲 Melissa来了 先欢迎你 Hello! 你好! Melissa 你好 今年刚刚出道 你是本地的独立女歌手 从小开始就很喜欢表演 也很喜欢广东歌 读书时期也参加不同的歌唱比赛 是啊! Jenny和你 我和我们是十多年前已经相识 你小时我就看你唱歌 是啊! 你小时我就看你唱歌 我一直都觉得Melissa唱歌很好听 今年你出道 派台了一首歌叫做《过路边》 反应很好 我们不如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缘呢? 今年你会想出一首歌的? 其实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机会 因为可能这么久以来 可能中学时期 或者讀大学那样的时期 都其实很喜欢唱歌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 制语去唱一首歌 这个其实也是某程度上 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但是今年年头就遇到一群 喜欢唱歌和音乐的朋友 之后也遇到这首作曲作词 作过路边的曲次人 叫做《Lava》 那个女孩子 本身呢 其实我据闻这首歌 是最初是想给男孩子去唱的 是的 但是我收到这首歌之后 就唱了Demo 我很多谢Lava仔 他决定交了这首歌给我 而令到我有这个机会 去出第一首歌 完成了自己 一路而来的一个梦想 哦 即是本身这首歌 其实你是帮Lava唱Demo 后来听完你的Demo之后 你就拥有了这首歌 是的 就是唱了Demo 而且特别在于她本身 我据闻她是想给男孩子唱 但是我也很多谢她 交了这首歌给了这个机会 非常好 我知道了 你那个MV 我也听过你唱这首歌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看看资料 除了我认识你之外 就是你以前都参加歌唱比赛 但是在14岁的时候 好像签过一间唱片公司 但是最终是否不成功 不如说一下你的故事 好吧 我最初就是中三 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签过那间唱片公司 当时就是因为 好像刚才Janice所说 很喜欢周围参加歌唱比赛 有一次歌唱比赛 就是一个唱片公司 有一个自由份去举办的 那参加了个比赛之后 就真的 就是完结了个比赛 我不是说拿到冠军 或者是一些什么 很特别的奖项 但是就得到 唱片公司邀请我 去签我合约 但是之后 就真的因为 就是签了很快 三个月之内 就那个公司有些人事变动 那当刻也会有失望的 也会觉得可惜的 但是后期也 一直尝试去等到一个机会 那公司当时也尝试做一些安排 就是可能做一个女团 然后找了几个女孩 回来 就差点有些训练 差点就有机会出席 但是又一次的人事变动 最终就 我都想 其实今时年纪还小 那我 就继续读书 那就跟公司解除了合约 因为反正觉得 可能都是有缘无份 或者可能是时机未到 那就继续读书 直到现在才遇到这个机会 但是呢 曾经也试过有这样的机会 被人拒绝很惨的 曾经当中也想着 算了 都试过了 都不成功了 放弃了 那为什么驱使到你 我知道你现在 你的工作是一个老师 也曾经是尝试做过空姐 到今时今刻 那你最终现在都能播出歌 你的心情是怎样 即是排除万难 终于播出歌 其实我反而更加觉得难伦可贵 即是这种 可能经历了一些失望 或者可能最终 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情之后 竟然遇到这个 意想不到的机会 反而我是更加震识了 甚至乎看回头 觉得其实当初 可能自己也未准备 可能现在反而 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 自己更加成熟 更加好 嗯 那你今次出了这首歌之后 我也看到在YouTube里面 也有很好的成绩 也有不少的粉丝支持你 希望你可以继续唱多些 唱多些歌 不要只出一首歌 那么简单 当中有没有 有些身边的朋友 我告诉你 对你今次这首的作品 有什么感觉 其实最初我觉得 那个成绩 即是MV的观众 我也感谢我的朋友 我也知道 他们都会跟我说 我摆在这里一天 我听一天 他们很喜欢 真的想支持你 我会摆在这里听一天 即是很好 我的朋友 他们也有说 甚至乎可能对于那个MV 本身 就是导演阿子 拍得很好 也都 我觉得某程度上 都帮这一个 歌曲 亦都是有一个画面 去呈现出来 那特别就是 可能加上是 男主角 很帥仔 Joseph 亦都是导演 或者第一个工作人 很精心 去准备那个MV的时候 所以我也觉得 MV的感觉 我自己也很喜欢 甚至是 那个扣笑 或者画面 都会帮助那首歌 呈现出那个感觉 因为这首歌 是一首比较 pop的情歌 希望大家可以 都会喜欢 非常好 待会跟你说一下 关于你拍摄MV的过程 我知道这有点趣事 和大家分享 不过我看到 有些朋友进来了 你要跟他们说一下 HELLO HELLO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问题 想问不问 Melissa 都非常欢迎 刚才我看到 有个朋友 就说 HKSC的网络不太好 那现在见到我的样子 Melissa 你见到我的样子呢? 有点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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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很清楚 我看到你很清楚 因为我听你 就很相信 是画面蒙 是不是滴滴的? 滴滴的? 是啊 我又没有 你很好啊 你很好啊 我试试在这边 这边会不会好些 看到我的样子没有? 哈哈 哈哈 我看到我蒙隆间 看到你的样子 蒙隆间 OK 我又再去 又去第二个 又去第二个位置 很重要 是啊 下雨可能 那个效果 不太好 所以呢 不要紧了 看到你就行了 不要紧了 听得很清楚 最重要 看到你就行了 喂 但是你先问一下 你 是啊 你很清楚 我想问一下 你 其实拍这首的 这套 《过路边》的MV 我知道也有点趣事 不如分享一下 咦? 现在到你拿 听到吗? 大家听到吗?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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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点趣事 这个MV 那 有一个趣事 也没有分享过 但是呢 我们租用完拍摄场地 是 然后呢 弄失了别人的厕所 原来那个厕所 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去大去小的 不行的 大家在那个场地里 住了太久 都去了不少的厕所 然后就弄失了别人的厕所 然后 就是很惹 要赔钱 这个是一个 就是意外来的 弄失了别人的厕所 其实是一个 没分享过的 小的插曲 第二天就收到 那个场地 你弄失了厕所 竟然这样 竟然这样说 是啊 是啊 那我看你好像 还有一个趣事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啊 有一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到过MV 有一幕 就是到最后 我就坐在这个 厨行那里 打开 就是回忆起 和Joseph的回忆 和男主角的回忆 打开了箱 其实在製作组里 他们就帮我 砌了很多 我们 因为我们当日 一天都拍完 只剩了很多个钟 都很辛苦他们 早上八九点 拍到凌晨两三点 这样的时间 嗯 然后呢 我们一天就要做很多东西 又要留下胶 又要很甜蜜地拍照 又要一起庆祝生日 又要去 就是要去这个 海中 谈一下情 就是 什么都要做完 一天就经历很多 那一天就 那一天就 我们就 拿了个精神的相机 拍了一堆照片 代表着我们的回忆 就放在箱里 那里 那製作组 就是製作组 除了放在照片里面 就准备了一些信 就是 当我们两个之间的回忆 但是那些信 就当然不是我们那些 就是製作组 他们自己和朋友的信 于是 去到那个 是吗 就是 我应该是一个很失落的心情 或者很忐忑 回忆起 旧事那种心情 于是我就打开了其中一封信 但里面就写了一句笑话 我想应该是 就是可能其中一个 就是製作组的朋友 就是 跟他的朋友 可能去了外国 那样 接着就 寄回一封信 然后就写着 千里送绿母 接着我看完之后 都不知道笑还是不笑 那一刻 要保持着这个很失落的心情 但是又看到一些很搞笑的 保持着那个MV的连贯性 是吗 对 保持着连贯性 然后又不可以笑 但是就看到这一句 不知道大家在MV上 有没有留意到 打开封信 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 但是我就很专注地 看着那封信的字 就很搞笑 可能你的老的画面 就很想笑出来 但是你的样子 就应该没有笑出来 所以 大家应该 应该是OK的 我想是 是的 古诚就要继续在这个表情那里 但是就看到这个搞笑的信件 好 真的好 第一次拍MV 你的感觉 拍了这么久 你的感觉 是不是觉得 原来做歌手 其实都真的 很辛苦 会不会 或者你事前 会不会要准备很多东西 拍这个MV 没有 其实一点都没有觉得辛苦 我觉得我的MV 其实是辛苦了大家 我拍了多少个钟 如何拍上山下海 做什么 我都无所谓 因为这个也是 我第一个MV 或者是一件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 如果很喜欢一件事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觉得辛苦 所以 反而我是担心 怕辛苦了大家 哇 真的非常之好 我第一次拍 反而我也挺享受 或者可能也有点紧张 因为可能 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 或者没有什么在幕前 演出的经验 所以 反而我是紧张的 还有怕 可能延迟了大家的进步 但是整个过程也很开心 因为本来MV的团队 他们都是很好朋友 整个家庭 他们都很开心 所以都令到我会放松了一点 那就非常之好了 那这次你第一部分 这个过路边 成绩都不错了 作为一个 你选择做这个本地女生人来说 会不会继续 还有未来会再出新歌 或者怎么样 什么动向 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都是筹备当中的 不过始终 也算是一脚踢一点 可能要兼顾我自己的正德 又一边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变成会 可能跟我想象中的 计算是延迟了一点 一来就是自己的工作 要兼顾工作 二来就是本身 真是 我想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形式去搞 当然背后也很感谢有很多人去帮我 但是 也会有一些困难在 但是也在盡力去筹备 希望可以 我期望可以 9月的时候 再有新的作品 和大家见面 希望 希望 非常开心 我想问一下 你身为老师 有没有一些学生 有没有一些学生 听过你首歌 有没有学生在 现在 都有的 有学生跟我说 听过我首歌 不过他们就很乖 他们就不会 上课跟我说 他们有时候会到课 走来跟我说 又或者是可能一些 我没有教的学生 会反而 我教的学生 我可能 都比较认真一些工作 我平时就 他们都很少见到我这些工作 就算在这儿的话 他们就很少跟我上课 反而真的一些 刚刚说 不认识我的学生 可能会 走了过来 反而他和我说 听到歌 然后就跑走了 也挺有趣 而且 反而我觉得有些搞笑的 我的身份就是 以前可能只有老师 会鼓励学生 对 反而面上 好像有些互相鼓励 他们见到我 或者有些学生 曾经教他们 他们都会跟我说 哎 你加油 我都觉得 挺有趣的 而且 变成了一个 互相鼓励的 形式 的关系 其实你这个 你这个 举动 或者 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老师 是一个 大家的 榜样 但是 其实你为了你自己的 梦想 继续去再做这件事 其实 我觉得是非常有鼓励性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很 对于这个 追梦这件事 是很正确的 不分年纪 还有 比如你这样 很小时被签 但是 之后 时间的关系 到今次 你才再出歌 其实我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天的安排 而且 你这个例子 也鼓励到你自己的学生 你有没有很大的感受 老师 其实我自己也有的 因为试过有一个学生 就是毕业了 是 我也没有教过他 他也有 Message 在IG Message 跟我说 我也有听到你的歌 你也有加油 他又跟我说 他自己的经验 举止同时 他也是一个 雙残运动员 他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力 和梦想去进发 我觉得 原来我们其实 比之间也有个connection 有个鼓励 很好的 对 也会有一个 刚才Jenny所说的 那种情况 就是互相影响 互相鼓励 其实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 刚才你这样分享 都可以变成一首歌 是一个你很有代表作的歌曲 可以考虑一下 教育大家 对 可以教育大家 下次要推出一首二歌 二歌 你是不是教小学和中学 我教中学 中学 那中学也大了 不用二歌 他们也懂得听 不用听 我可能进入小学和幼稚园界 Melissa 想问问你 其实你经历了这么多年 今年终于出歌 有自己的目标 与理想 其实你在这个音乐路上 究竟你想自己达到什么位置 有没有想过 我也希望 就是我可以花 我自己的目标 我其实也想 放置 可能用三年的时间 去做多些我想 唱给大家的不同风格的音乐 甚至可能有多些人可以听到我的歌 或者认识到我 不一定不只是唱歌 我觉得可能 真的可以透过我的歌曲去认识到我 甚至可以听得出我有不同的风格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唱歌的时候 有些人会说 你好像这个歌手 你的声音好像那个歌手 所以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 在他日 就是大家听到歌的时候 就没有再说 我像这个歌手 而真的知道 是柯林先玲 这个目标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 做某一个歌手 其实也很想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也很想希望 你自己的声音 可以让其他人可以认识得到 这个目标 我觉得对于一个独立的女歌手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 positive 对 要努力 要国际 要继续出更多歌 嗯 刚刚那首《过路边》 这首歌 除了你刚才和我们分享过 就是说 是你本来唱Demo的一首歌 最终下了你手 那这首歌的故事的内容 不如你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首歌 大家其实看到歌名叫《过路边》 都会问我 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意思 那些朋友就跟我说 是否要扶婆婆过路边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上问我 不如你弄个《过路边》版 但是 这首歌本身就是 其实他说《过路边》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 好像一个过客 嗯 很多时候 你会很想做对方 生命中的主角 不一定是爱情的 可能是 就算是亲情 或者友情也好 你都会很想做 做对方最重要的角色 做一个主角 但是可能对方 会有很多 生活圈子 或者他有不同的阶段 他可能讀不同的学校 他做不同的地方工作 他人的经历 其实也会改变 或者可能 你在他生活中的地位 也会因为这样而改变 但是 到头来想回 究竟你在他生命中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主角 其实也不是 可能配角 他也会留下一个经典的对白 他也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一个乐印 或者你其实 站在他生活中 已经占有一个席位 所以 其实也不一定要做对方的主角 就算配角 或者你已经是一个过客 也好 你已经留下一个位置 在他生活中 嗯 那你录这首歌的时候 录了多久? 录这首歌 其实比我想像中 因为我也叫做 正式第一次去录音十六歌 之前可能也试过 一两次去录音十六歌 但是这么正式去录音十六歌 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 又或者是 因为进入录音室 你带着耳机 又听得自己的声音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进录音室 当我平时唱K 或者在家唱歌 其实感觉是很不同的 那进入录音室 就带着耳机 又听得自己的声音很清楚 所以最初我都会很担心 自己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够好 或者可能录完一天那次之后 其实我回去再发福去听 我都觉得可能有些时候 这个录音做得不够完美 这句好像有些问题 感情难裂 那个耳朵 或者可能那个 因为中间的chorus 都是挺全弹的 但是前面那个队 他自己做得足够不够 所以第一次进入录音室 其实也挺多的担心 但是也幸好 反而是监制给回信心 因为去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也有再怀疑自己 又问他 这句这个音是否不好 尾音收得不好 反而是他鼓励我 他跟我说 我觉得这个演绎是可以的 或者我觉得这个尾音已经是可以的 反而是 我自己是想再多些要求 是他反而给了我一种信心 所以其实录就 比我自己想象中 我不是录了很久的 就是录了一次去录 录了几个钟 然后再第二次又翻譜了一点点 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一定会怀疑自己 或者你是很多东西 很多位置都尽量做得很完美 但是最后就是监制 就是给我一些信心 令到我都去接受 或者在我程度上都去 尝试去欣赏自己的 因为实在是真的会怀疑自己 我觉得你去录音 听得很清楚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嗯 那监制跟你说 就是你录音的时候 会不会说 他假设一个场景 或者一个现状 告诉你 让你投入下首歌 只是你一来 本身已经 哇 讨论得很好 已经一来 就已经到位 那件事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 其实你都不是录了很多次 第一次 就已经几个钟 搞定了 然后第二次 都是翻譜一些东西 监制有没有给你一些 guidline 反而是我自己本身 就是那个感情的拿捏相 反而是我 因为我自己的感情比较丰富 感情比较盛大 我这首歌可能都是 就是 那个感情 或者是那个编达都比较盛大 所以 在感情方面 我自己都会想象很多 的朋友歌字 那一样就是 如果真的去到录音 或者唱歌投入 我就自己喜欢 就是把灯光靠暗一点 哦 让自己的感情再投入一点 是的 所以这是你的绝招 这是你的绝招 绝招是把灯光靠暗 是什么? 把灯光靠暗 是的 厉害 这是我自己其中一个 令自己感情更加投入的方法 啊 多谢你今天分享这个小秘密 让我们幻想一下 原来Melissa 她本身 很美女 我想到她的画面就是 本身她很美女 唱歌又好听 原来她录音的时候 她是要更加暗的灯 更加投入一点 这个可能会帮到大家 是的 这个气氛的营造 即是唱K也好 就算是录音 我也会把灯光灯光 不知大家唱K也会把灯光靠暗 或认识 通常都会认识 因为那个气氛 投入的程度就会高一点 所以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都是一样 都是喜欢把灯光靠暗 一些 你自己可以想象多一点 投入多一点 嗯 那Melissa想问一下你 刚才你说得很好 你的目标是希望 有人会更加认识Lisa的声音 林善玲的声音 有个独敌一面 那其实你以往 譬如你小时候到现在 或者你现在 其实你最希望 假设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让你和一个男歌手合作的话 你想和哪位男歌手合作? 现在我很难选 我想选一个 不要这么发心 只选一个 很发心 我想选很多 我心目中有很多的选择 真的? 我可以选一个 很多 除口都可以 我一直想到很多男人 的选择 你随口把所有名字都算出来 可能JFone JFone是其中一个 我都可以 好像选择老公 我选择JFone 因为近年 她的创作 她的作歌 或者她的曲风 又或者她的唱法 也很吸引我 所以JFone 也是其中一个很喜欢的歌手 如果说话 有朋友有机会合作 也是很有实力 而且她的曲风 我也很喜欢 嗯 对了 在这里说一下就很快成事了 说一下就成事了 对啊 说一下就成事了 我曾经想过 就是JFone 今次已经第二次说了 对啊 我多说十次八次就成事了 对啊 就成事了 那就很多人知道你喜欢JFone的音乐 希望我有机会跟他合作 那希望有机会 他也可以找你跟他合作 你本身有没有自己 很特别喜爱 有没有特别喜爱JFone哪首歌曲 就是你这么喜爱的曲风 呃 如果是 其实真的很多 我也是 我想他最新的那首歌 可能就 就是 我也喜欢的 即是吸缺值得的人唱首歌 也是很好听的 还有还有之前那些 是早期多一点的 我总是 即是 即地外一部一部一部 那些都 我都很喜欢 还有 就是 晚会唱会飞看 但是 也有事过去 他在现场去听的 是 也很棒 还有 他很有感染力的一个歌手 那我试探到你了 虽然你说 你有很多男歌手 但说来说去 都是 哇很多JFone 心心眼啊 都找出来啊 都是JFone 希望有机会跟JFone合作 心心眼了 是不是 那如果女歌手呢 如果有机会 跟一个女歌手合作 你又想跟哪一位 女歌手的话呢 我喜欢陈磊 是啊 啊 很多人都会选择陈磊 是啊 因为他很重要 也是一个唱作 也是一个唱作歌手 而且 他的故事 即是他从以前 可能参加歌唱比赛 到他可能自己 在YouTube上唱歌 然后可能就再 成为公司 自己有自己作品 到现在 他的发展 其实一直都看到他有很大的 很大的变化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JFone 甚至乎他 那个曲风 一样 他的词曲 其实都是 我也是很喜欢 特别是他之前 有一首歌叫做 凡声 都是一样 真是 参加到我很多 尤其是追梦的朋友 是不是 是呀 是呀 繁声 我想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只是一首 很鼓励性的歌 嗯 很适合你追梦的朋友 努力着的朋友 不包括 不单是追梦的朋友 努力着的朋友 那 Lisa 很开心 今次就是你出了这首 《过路边》 成绩很好 也听你刚才说 你会说 未来有机会 就可能会9月 希望9月 可以出第二首歌曲 期待到其时 又可以再听一下 Melisa的第二首作品的风格 包括你的唱歌的演绎 和你的拍MV的趣事 一样东西 都希望下一次又可以再找你 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吗 好啊 多谢Janney 希望大家记住 在看直播的朋友 记得 看完我们这个直播之后 记得要上去YouTube 或者各大平台 去听Melisa的歌《过路边》 还有要追踪林善明 你自己读一读你的IG名 是啊 SINNING0324 是不是上面可以按到的 不知道是否 上面那里 有没有可以按到的 是 紫字了上面 有很多 有我的MV的YouTube的连续 大家都可以按进去 大家记得要追踪林善明 今天多谢林善明 做这个访问 虽然我们今天 就处于三号风球的画面 或者三号风球的空间里面 希望下次我们再做访问的时候 就会遇过天情 画面更加好 收信号更加好 好 最后Melisa 可不可以唱少少《过路边》来听听 唱少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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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非常期待 也多谢你唱这首《过路边》给我们听 大家多给点心心 在我们的访问结束之前 就听到你这一把这么好听的声音 希望期待很快的机会 不同的机会再见到你 或者下次可能再找你来 再唱Live 好 好 好了 今晚多谢Melisa 拜拜 晚安 拜拜 谢谢 拜拜